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爸爸用自己的梳子开始梳梳我们毛皂的头发 爸爸的梳子大大的 我的梳子小小的 啊 想上厕所了 爸爸的马桶大大的 我的马桶小小的 每天起床都要刷牙 这样才能保持牙齿干净和健康 爸爸的牙刷大大的 我的牙刷小小的 刷好牙 是时候洗脸和用毛巾擦脸了 爸爸的毛巾大大的 我的毛巾小小小的 擦好脸了 让我们一起来涂一涂护肤油 比如 爸爸的护肤油瓶大大的 我的护肤油瓶小小的 睡醒后 也不要忘记喝一杯水来补充身体里的水分 爸爸的杯子大大的 我的护肤油瓶小小的 是时候吃早餐啦 爸爸的盘子大大的 我的盘子小小的 吃饱后 就要换衣准备出门啦 爸爸的衣服大大的 我的衣服小小的 哎呀 我拿错裤子啦 拿到了爸爸的裤子 爸爸的裤子大大的 我的裤子小小的 换好衣裤 就要坐在凳子上穿袜子了 爸爸的裤子大大的 我的裤子小小的 最后再套上鞋子 就可以准备出发啦 爸爸的鞋子大大的 我的鞋子小小的 出门前 爸爸给了我一个拥抱 出门前 爸爸给了我一个拥抱 爸爸给我的包包大大的 我给爸爸的包包 也是大大的 去公园咯 小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小男孩有这小小的身体 给爸爸的拥抱却是大大的呢? 因为他小小的身体里 藏着的是对爸爸大大的爱 所以他的拥抱也是大大的 小朋友 父亲节要到了 让我们一起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对爸爸说 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爱你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则故事再见 也祝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